康正伟老师 快点 这个什么面向 女人婆媳间会有摩擦 对 如果说你以下这三个有重大的话 不管是你是婆婆的角色或媳妇的角色 其实两个人都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的婆婆或是你自己本身 有这种比较计较的脸像 这样看起来看不出来 就是要看什么 看眉毛的部分 如果你的眉毛比较稀疏一点点 而且两眉头之间 这个硬糖比较近 那你的硬糖如果还有两条线 有阳性反应的话更可怕 对 因为很多人会皱眉头 然后皱久的时候会有两条线 假设如果你的眉毛稀疏 然后硬糖又比较近 又多加了两条线的话 那更是要注意 因为它的性格比较容易强势 而且比较猜疑心重一点 那它的强势会在小事情上很强势 而且也会在小事情上比较计较 例如说我听过一个案例 就是我一个朋友 她嫁到一个很有情的家庭 然后她的婆婆就是长家的 管家里的 她连买个卫生纸都要去报账 就是说你要上来要报账 然后报账的时候还不止 例如说她可能刷卡明信 一一的对好之后 卫生纸里面是买几大包都要点好 你不可以浪费 所以她是 有时候她婆婆就是因为要管家里 然后她也跟她的媳妇讲很好听说 你不要出去上班了 我们家不需要你出去上班 因为上班很丢脸 她这样婆婆跟媳妇这样 其实婆婆真的显得很不丢脸 我有听过婆婆在家里 滷一锅滷蛋 然后每天要吃饭说要数还剩几 看有没有人偷吃 对 然后后来她自己转练了 可能就是因为是婆婆的小确幸吧 她可能觉得 因为婆婆也没有上班嘛 她就把家里打理好 所以她自己也是 也觉得很委屈 但她自己去转练这样子 就媳妇的角色 所以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 不管媳妇当然也会 其实看角色是什么 那我也遇过那种媳妇的角色就是 整天怀疑这个婆婆 对哪个小叔小姑比较好 例如说这个东西是我买的 但是为什么你要给她们用 类似像这样子 她觉得我上班也很辛苦 为什么我要去负担这家里的什么 可能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 可能只是在小东西上面 可能彼此之间就会过不去 所以她们计较是属于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 类似像这样的话 其实两个人生活都会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家庭也未必会这么的和乐 好 这是第一款 那第二款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新潮的个性 那新潮像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特质就是耳朵 耳朵呢通常比较没有耳珠 它是比较反骨型的 比较紧帘的 或是这个耳朵那样反骨反出来的 它的个性呢会比较呢 就是比较新潮反对传统 那反对传统呢 不代表说它不尊重传统 而是说像这样的个性的人呢 他不喜欢被传统来被绑架 例如说我跟你讲说 你嫁进来我们家里呢 你一定要生儿子 他可能听到这句话 他觉得说为什么我一定要生儿子 女儿也很好啊 诸如此类 或许他心里很想要儿子 但是他只要别人跟他讲了这句话 规定他要怎么做的时候 他就会有天生的反骨特质 对 他不想要听到 你告诉我要怎么做 我自己知道 知道这个传统该怎么做 我要尊师重道啊 我要孝敬父母啊 我要那个兄弟有爱啊 他其实他都知道 但是一旦你跟他讲明白的时候 要他这样他就不要了 一旦被命令 对 他就不爽 他就不爽 他不喜欢这样 而且他喜欢有那种心潮 他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 他有自己一套的逻辑 对 所以像这样的耳朵的那种 遇到这样的媳妇 其实呢 你就跟他当姐妹 会更好 就是你当婆婆的 可能你的那个心胸 就比较像以前的这种 好像婆婆怎么教育你的 你要去教育你的媳妇 不需要 你就跟他当姐妹 对 那或许我觉得 现在婆婆要用的招数 跟以前不一样 不一样了 婆婆要用去教 老师会说 软手昆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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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软的绳子去牵竹 你媳妇就会吃滴 真的 所以呢 如果 婆婆如果有一个好的手法呢 也是不错 其实也不要用硬碰硬啦 对于这种的 软性的教育他呢 或是软性的相处呢 会更加的和谐 所以这是比较思想上 比较新潮的 那第三款呢 就是比较自我的 如果说有这种 自我的脸像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特质 就是呢 双颊比较凹陷 怎么吃都吃不胖的 双颊凹陷 那或者是呢 你的额头呢 比较高凸型的 就是女生的额头呢 比较高比较凸 那高凸型的话呢 女生通常呢 最比较适合的宽度 就是三指到三指半 如果超过四根手指头呢 那表示他的想法呢 就比较 有自己的一个 一套的想法 例如说额头比较高的人 或双颊凹陷呢 他最怕人家 把你啊楼队 什么叫 就是说可能 你今天做很多事情 你不要跟我 这刚刚第二个特质 就是说你不要教我怎么做嘛 那这一个呢就是 你不要跟我讲一些 五四三的 就是讲重点 但其实呢 这种人呢 你跟他讲的时候 讲不出什么重点的 他讨厌人家跟他啰嗦 然后他也很讨厌人家 去碰他的隐私 例如说像如果刚刚 像这种个性的人啊 像刚刚安姨姐讲的 如果我在洗澡 然后婆婆突然开门进来 他一定跟婆婆直接翻脸 而且他是直接 直来直往的哦 他也不会尊重 你是什么长辈啊 怎么样不会 他就直接跟 就是呛回去这种的 所以像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他自尊心很强 因为他觉得我当下被 不被礼貌了 然后呢 他也不会去顺从 所以他只要 他只重视 他当下的感觉 是怎么样 所以呢 这种感觉型的人来讲的话呢 也特别容易会有摩擦 而且他真的不会去看场合 也不会看脸色 当一旦有冲突的时候呢 任何人来说都没有用 对 他就是很忠于自我的人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婆婆或媳妇来讲的话 真的跟他相处上呢 就是要先清楚知道 他哪个点 不能被碰到 对 那那个点不要被碰到 其实其他都还蛮好讲的 但是他在意的点呢 你一再地去用它的时候呢 真的翻起脸的时候是 比翻书还快 然后可能全家都翻桌了 所以这三个手面相呢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我们今天分成两队 婆婆队跟媳妇队 如果说到底是婆婆 这边看 比较对 还是媳妇比较对 我们来听故事 来问安怡说 婆婆有一些卫生习惯 你们家的婆婆 对啊 会让你觉得 有一点受不了 对 很受不了 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媳妇怎么说 因为我就是比较爱干净整齐嘛 然后呢 婆婆就我刚说 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然后从小又是 可能环境不太好 所以她就很习惯 比如说买了菜回来 她就堆了满地啊 就把菜啊什么 全部都放在地上 然后呢 我婆婆是因为 她是基隆人 所以呢 她每一餐都要吃鱼 每一餐都要吃鱼 吃鱼都要煎 而且她要喜欢干煎 煎鱼 然后呢 对 然后我们家是 那时候住的是 开放式的厨房嘛 所以她过来 哇 那一间 好 很可怕 那个鱼味会 串到每一个房间 然后那时候我因为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是分开住 然后后来我生了小孩之后 我婆婆就过来 帮我要带小孩 所以她就搬过来 跟我们住 然后搬过来住的那一天 我一回家我就傻眼了 她把她那些 很脏的那种家具啊 还有那种很大花的 那种床单 有没有 全部都带过来 那你知道我们家里 就是整齐啊 然后干干净净 然后我那天就 有点难过 然后就在想说怎么办 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因为我那时候在坐月子 所以你知道坐月子 产妇又是心情 又是很容易就是 高低起伏不病 就有点忧郁 然后我婆婆就开始 每天煎鱼 然后我早上起来 她就煎鱼 煎鱼要给你坐月子 给你补啊 对 她要煎鱼 然后她就是 她每餐都要煎鱼 然后我就会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 因为我那开放式的厨房 就开始油烟很大什么的 然后有一天我就哭了 就我记得我坐月子 是我第一次 就是跟我老公哭了 我就说 我好难想象 我接下来的十年 都要这样过日子 对啊 我就说 那怎么 因为她真没有办法 可是我又不能叫她不煎鱼 她就每餐都要吃 那你跟老公哭诉 你是准备叫老公 叫她妈不要煎鱼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哭了 我就说 因为我半夜就一直起来 你知道我在坐月子 我就半夜起来擦墙壁 擦书柜 然后擦桌子 因为全部都是油烟 我就很受不了 然后我有点洁癖这样 然后我就哭了 然后我老公 不过我老公不错 他就安慰我 他就说 没关系 如果你真的不习惯的话 我们再跟妈妈沟通 看看就是我们找保姆 我记得还有一次 比较大的冲突是 因为我婆婆跟我住在一起 我小姑就把我们家当娘家 她每个礼拜都来你知道吗 她每个礼拜都来 那我们那时候只有两房 她就在客厅打地铺 然后她每个礼拜 都在客厅打地铺 那我们夫妻两个 我们假日都没有办法 在客厅看电视干嘛 都不行 那小姑在客厅干嘛 没有 她就每个礼拜来过夜 跟她先生两个 她还跟她先生 对 他们两个就在我们家客厅过夜 每个礼拜 刚好这边她妈妈也在 她哥哥也在 对 他们都住满了 只有你像外人 对 只有我是一个外人 就是那个感觉很不好 这不要讲婆婆 天下还有些小姑很讨厌 大姑小姑很恐怖 后来我记得就是很多 反正那样的冲突 就陆陆续续发生 然后我当然就是跟我老公抱怨 那有一次就跟我老公抱怨说 我说叫你妹 不要每个礼拜来好不好 我说她一个月来一次 就罢了 她每个礼拜都来 这有点受不了 然后我老公也很白目 他就直接把我的话 远风不动转 转述给她妈妈听 然后我婆婆就哭了 你知道那一次换我婆婆哭了 就是因为我婆婆就觉得 她已经配合我很多了 比如说我跟她说菜不要放在地上 我帮她收了橱柜 把她放进柜子里面 她都配合 然后她的床也就搬走了 我帮她买新床 然后帮她买新的那个 就是我觉得好看的 发誓 她都接受了 所以她就觉得说 怎么连我女儿来过夜 你都要挑剔 然后我婆婆大清早 我坐在客厅哭 然后我早上起来 看到她哭我也慌了 所以我就跟她讲说 没有 我不认识 我真的很认真的 就是坐在她旁边 跟她解释 我们需要有一点隐私 需要空间 然后我跟她保证 将来就是我们一定会 换大的房子 让她住得更舒服 她女儿爱来多久 来多久这样 等一下 你前面那些都不用讲 你有讲最后一句说 以后你女儿爱来多久 就来多久 真的 我有做到 我小姑后来是在我家坐月子的 真的 你有没有后悔 你开一下这个支票 没有啊 因为我后来我大小姑 小姑从美国回来 整个月都住在我家 然后我大姑坐月子在我家 她儿子也在我家 我婆婆带 你怎么那么傻啊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将心比心 他们来坐月子的时候 这时候好 坐大嫂子好 我当初傻傻的开了空头支票 我现在每天我煎魚 没有 我后来就 所以我后来 再加麻油加加加 我后来真的啊 我就换大房子之后 就厨房我再也不做开放式的 因为就为了我婆婆 她有传统的煮饭习惯 所以我们家厨房是有门的了 所以我后来为了她 做了很多改变 解决了 就是说她也改变 我也改变 因为我觉得 你如果一直这样冲突下去的话 两个就处不好嘛 处不好谁最辛苦 我先生啊 所以我其实后来为了她 做很多改变 而且我婆婆抽烟你知道吗 然后一开始她在家里抽烟的时候 我就抓狂 所以后来换了大房子之后 我让她住在唯一一间 有大阳台的房间 她可以到阳台去抽烟 所以她的房间是 唯一一个有向外阳台 然后她房间有自己专属的电视 对 因为我们不喜欢看电视 所以都帮她设置好之后 我们这些冲突就消失了 解决了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磨合了很久 20年 那你不错啊 可以让大姑小姑在你家坐月子 我们住在一起20年 真的假的 跟我婆婆住在一起20年 是喔 对啊 住在一起 还不错 对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 少奋斗30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足 跟着心向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一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睡命吗 详情请上 臉書官方粉丝团